哈囉 各位好 我是 Rayman 雷萌子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件事 如果你常去逛 Uniqlo 的話 一定會發現這件 其實我也蠻常去逛 那我就覺得 前陣子就蠻流行這一種 頂尖的服飾 我們來試一下用它的配色來做一個 圖樣的話 那我們現在這個先開一下 開一下檔案 開心檔案 我們開一個公分 設定 10 10公分乘以10公分 解析度300 RGB色彩 背景是白色 按下確定 好了之後呢 我們點選筆刷工具 好 那我們使用的是 十邊圓形 因為我們現在來點那個圖樣筆刷 好 那我在上面新增空白圖層 新增一個圖層1 好 那 我們今天 如果你真的對顏色不太熟悉的話 假設你要想要 臨摹它的色彩 然後選半天選不出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用低管工具按i 吸一下 好 吸完之後呢 過來這邊 再點筆刷工具b 好 然後在圖層1嘛 上面點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從裡面吸到的色彩 好 吸好之後呢 再換下一個按下i 吸顏色 再按下b 把圖層回到我們這一個圖層裡面 好 然後再來 再按下i 吸顏色 再按下b 都把它點進來 然後進來 再按下i 吸顏色 再按下b 就差不多了 好 像這樣 好 就差不多了 好 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點著圖層1的幫他按一下 編輯裡面的定義圖樣 點下定義圖樣 是01 好 按下確定 好 那 圖樣變成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假設有開個新檔 現在開一個 國際標準指張 A4 解析度300 好 A4 按下確定 好 按下確定之後 我們填滿圖樣呢 可以使用 油系統工具這個 G 好 G 然後呢 從左上角這裡選擇為圖樣 再從 旁邊這個小方格裡面選到我們剛才設定的圖樣 好 那我們要填之前呢 請務必先新增空白圖層 然後點一下 就倒進去了 好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好像散步了就一塊一個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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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塊 沒有錯沒有像整個這樣很自然的散開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新增圖層2 好 待會我們填第二個方式 來看一下 這一張喔 假設我們點選濾鏡 好 裡面的 其他 裡面的 畫面錯位 好 濾鏡 其他 畫面錯位 點開 好 點開之後呢 我們透過選擇 折迴重複 好 那我們來拉動一下 透過的拉動讓它 邊緣呢 跑到 外面去 那你注意一下 我現在再多拉一下 你看一下 好 拉開然後再拉 好 注意一下 這一邊 這邊缺少的是不是就這裡 好 注意上面跟下面左右 對不對 它是成一個連續性的 好 我們再按一下 就這樣 調好之後 你調好你就OK就好 按下確定 好 確定之後來看看 我們在這邊一樣使用 跟這個 這個好了之後按確定之後還要再定義圖樣 再一樣 定義圖樣再一次 好 這是02 確定 好 確定完之後呢 我們再到這邊 這是剛才填的喔 好 我們再填這個 一樣點 遊戲系統 選擇圖樣 第二個 好 頂一下 好 這個點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它的 填色部分呢 感覺 有跑出去 好 上 上下左右呢 我有跑出去 不會說集中在裡面 這就跑出去 好 自然分布比較平均一點 好 在左右 上下都有 個別它跑出去的樣子 那我原本做這個呢 它通通就只有在 集中一邊 然後沒有一個連續性的樣子 好 所以這差異性就在於 如果我們要讓它分布呢 要自然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 我們的這個濾鏡裡面的 其他 然後 畫面錯位 來做調整 那也就可以獲得一個分布比較均勻 像這個做背景很方便 還有或是做 像是一些包裝紙啊 需要連續性的 或是點點啊 壯飾性的 或是 你在 繪製背景的時候需要一點 大選分配啊之類 除了用筆刷還可以用圖樣方式去做 編輯 好 那這個 大家就試試看看吧 好啦 好